为什么我们总是被这样的画面 被这样的声音感动 为什么我们总是看着看着就会眼含热泪 因为我们爱这个土地 这个土地上的人们懂得相互光环 很抱歉 因为我们记者因为通信车的原因不能把信号及时的传送给大家 所以我们中央电视台还在不停的把我们早前收集到的宝贵画面给大家放 目的也只有一个 希望大家看到救援的画面 希望大家安心 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在都江宴剧园中学的救援画面